大家好,我是蓝星,今天是10月9号,周日的晚上,半晚5点 我紧急录一个视频是因为什么呢? 就是,这个BIT这个BID,它是融资了1300万美金 然后是通过了一个提案,就是第一个社区投票 DG的道,它的这个金库金额呢,是已经超过了32万美金 然后呢,在7月22号到2023年1月1号之间规定时间内 每周一晚,这个19点,新加坡标准时间进行快照 然后呢,就是注册了这个数字预迷,会进行推广 当然,你需要是通过这个DG的道成员的这个总账户的邀请 才能够进行推广 那么我的,我的这个,我的1160.BT呢 这个就是DG的道的这个呃,成员 那么使用我的这个来注册是可以退款的 现在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就什么是那个 呃,点BIT,这个DID DID就是数字身份嘛 我这里呢,是就是当时呃,点BIT的这个团队成员 给我们内容组,给Element的内容组是开了会议 然后就有三个成员,呃,就写了上篇文章 啊,写了上篇文章,我们可以看一下 首先这个第一篇就是,呃,什么是这个点BIT的项目啊 当时在Element的这个元素风暴,就是在这里 点BIT 它也是相当于是ENS啊,然后BNB 一名这样差不多的一个,一个项目啊 好,我们现在先往下看 嗯 当时是,就是很,呃,上个月嘛 上个月,元素风暴活动还是 呃,有,有蛮蛮轰动的一个这个效益 然后现在,诶,有这个,就数字账户 就是注册这种数字域名啊 数字这种DID会退还注册费 当然它退还的动作费呢 是以这个CKB代币退还 CKB代币是可以在币安交易所进行交易的 然后呢,我们这边第一周也会提供 就Element这边会提供2万个L代币 作为这个奖励 然后还有本质的这个CKB代币作为奖励 如果说你挂单在这个Element上面的话 它是这个7中心化的多链账户系统啊 它确实是,就相当于是已经支持了 以太坊,BSC,Polygon,然后波产等供链 未来将会增加起来的供链啊 然后它现在是有5万家的用户 15万家的这个账户注册 农的情况呢,就是农资了1300万美元啊 这个是A轮农资 像这个金沙江串投 这个是一个还是在传统互联网 还是比较有名的一个公司 比较有名的一个投资机构 DG的道呢,就相当于是一位 像现在一位呢,还没有开放 就是这个四位,五位啊,六位啊 这些数字ID 那么从7月22号开始 就是今年的7月22号开始 第一年注册费百分百都会注入这个DG的道金库啊 第二年注册费就是50%注入这个金库 然后由这个DG的道来决定这个资金具体怎么使用 现在呢,已经超过32万美金了 如果获得资格呢,第一种就是像我这样 就是我是那个DG的道这个成员吧 然后第二种呢,就是自己成为 第二种就是用DG的道成员的邀请码去注册数字账户 成为这个DG的道成员 就是要注册一个总账户 然后邀请10个不同地址的账户去注册.bit的 这个纯数字账户 那么这里供电选择的话 其实主账户可以选择BSC或者马蹄链 然后也可以用这个注册为普通的点币的账户 就不需要去用那个 不需要用以太坊账户去注册了 因为以太坊你看现在的GAS费还是比较高的 然后呢用这个用 比如说用我这个的话 用我的1160这个账户去注册呢 是有5%的这个折扣的 然后稍等 这个就是Element跟点币的这个项目方一个合作 就是从10月8号开始 挂单奖励呢 这个 以交易量为全中 每三天随机抽取100位交易地址 刮分奖持 每周提供2万个这个L代币 点币的提供等值的CKB代币 大约是2000道 那也就是L这个估值大概是0.1U 然后一定要在低榜价1.25倍以内的才有奖励 现在相当于是就是它既然会返还这个注册费 那相当于是你就叫0元 0元拥有了这个点币的这个域名 现在你看一下就是说 四位数字大概是我看 是多少钱 四位数字的大概就是0.11个以太法 但是像这种量号 量号 譬如说 比如说我的1160就是AABC这种 看一下 AABC这种是有0.12个以太法 0.15个以太法 然后这里还有一篇 这个也是我们内容组成员猫神写的 我们可以大概看一下 它的载道对比你看 像.bit是2021年7月份进行开发的上线的 然后NS是2017年 2017年4月份 然后BNB域名是2022年3月份 然后book阻挡是2019年12月份 公链平台 Novus 以太链 B2链 然后后缀 .bit.eth.bnb.clubit 它是这个是有八个的 核心场景域名账户域名 跨链呢 就是.bit是支持的 然后这个Space ID将来应该也会支持 然后NS和这个book阻挡是支持不了的 发币的话 只有这个NS发币的 其他三个是没有发币的 然后充实助作费 是每个都是大 就是5美金的样子 然后book阻挡是20美金 买断就是前三个都是买断 前三个都是续费 然后这个book阻挡是买断 然后这个到时候你们自己看一下 自己看一下 现在就说一下这个怎么注册 这个怎么注册呢 其实首先第一个 在这个sick.id.com 你可以看到 这个-3D-4D 它不是数字 它不是数字 它不属于这个Digital 我们说的数字 只有这个4D 5D 还有6D 4D就是4位数字 然后你看 现在像这些 这个绿色的 就全部被注册完了 全部被注册完了 只有说像这些 这些还有一些 就是注册的83% 这个注册的79% 看着ABCC ABCC 然后这里选择可注册账号 去看一下 这个注册 基本上是150美金 然后你比如说 这里选择注册为普通的 这里注册 这也最好是每个的 修改一下 入理 这样呢 你就可以节省 5%的这个注册费 然后呢 基本上就是 像比如说 这里你花费了 150美金吧 150美金去注册 它根据这个提案 根据这个提案呢 就是10号 10号网 就是会返还 通过这个CKB代币的形式 会返还这个 返还 返还这个代币的 那你如果选择注册 最好是选择 用这个CKB代币吧 CKB代币 直接在币安上去购买就行了 CKB CKB代币 CKB代币是一个供电的 那 那 币安上去购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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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 不对 是在鱼儿这里 在鱼儿这里呢 他就会有这个 这个奖励 我今天居然有 今天是 这个 今天居然奖励有 相近188美金 这个就是邀请了别人 所以说你获利的一个途径 还是邀请别人 然后呢 在这里也可以进行这个批量注册 批量注册 就是首先进入这个官网 他只有30多万美金 只有30多万美金 所以说可能也会 也会那个什么 也会注册完 就先到先得的感觉 点击批量注册 登录全包 我这里就演示一下 这里应当是选择中文 批量注册 这里看一下 每笔一定呢 最多只能批量注册 续费500个账号 500个账号 约10分钟 那么首先你还是要在这个 SyncID ID这里去查 哪些哪些是可以注册的 哪些是可以注册的 之后再到这里去批量注册 然后呢 导入这个文件 那么就是可以下载一个 就是相当于是 就是这个 看一下 导入下载表格 然后呢 这里填写这个注册的域名 比如说你是选择 比如说你选择 1544 2144 对吧 尽量 尽量不要选择4吧 基本上 比如说 4933 对吧 48 5433 5411 这样的 你就批量去填写 4533 4533 然后 54977 4977 然后这个是你要注册的地址 这个是你要注册的地址 我们写一下 然后邀请人 然后邀请人 邀请人 邀请人的这里我们就 比如说 譬如说你选择1160吧 1160 1160 1160 121 这里注册 121 然后注册年限 一年一年吧 基本上就这样就行了 然后你保存保存之后就导入进去就好了 然后导入 使用.bitbalance支付 这个也就是用ckb代币去支付 所以说你最好还是先去币R 先去币R买到ckb代币来 然后再打到你的地址上去 就充值 就是这里比如说接收 然后去这里就扫码一下 火币交易所 这个就是用币安码 然后呢比如说 这个你注册了要卖的话 对吧 要卖 要卖呢你这里就可以 我的我的bit 譬如说我这里呢 你就把它转换为这个 这个是需要这个盖世费现在挺高的 所以说你现在要转换为这个以太坊上的NFT 就就就就要需要需要盖世费 但现在盖世费挺高的 基本上注册一个点币的域名大概需要 大概需要五分钟吧 但是你如果说使用这种批量 使用批量注册的形式就会更简单一些 但是现在盖世费还是有点高 现在盖世费有点高 最好还是等到盖世费是各个位数的时候再去注册 ok 那么本质这个 反正看一下就是尽量的去注册一下吧 注册一下 因为这个是免费的嘛 如果说他的这个地区的道 现在32万美金应当应当就是在今天是9号嘛 再抓紧时间去注册一下 到了你注册了之后 最好是这样 就是注册了之后呢 你就直接挂在挂在element上面 你就比如说你注册四位的 你注册四位的 你直接就挂在element上面 因为那个注册了之后 他会以这个CKB代币的形式嘛 他会以这个CKB代币的形式返航到你的这个账户上 就是到明天嘛 相当于是你是白嫖了 你是这个零录了这个点币的域名 然后点币的域名 在这个element上面又有价格 比如说四位数的0.11个以太坊 相当于是免费的给你零录了1000块钱吧 1000块钱的平币 所以说你就先注册为普通的 注册为普通的之后呢 然后再去把它像我这样去铸造为以太坊上的这个NFT 就点击我的 然后再去点击铸造 铸造成为这个NFT 然后再去上架到element上面 这样就是现在的零录 OK 那么本次视频呢 就最好啊 最好是使用一下我的这个要求码 然后呢 再一个就是把这三篇文章都读一下 把这三篇文章读一下 好 那么这个本次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